现在这个花已经开始逐渐凋谢了 而且还是提前凋谢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提前凋谢呢 第一个就是营养跟不上 大家看一下这个枝头中间先打开的这一朵花 它比较大 旁边的这些小小的 那么就证明营养跟不上 所以说月季在开花这段时间 很多花友都觉得说不用补肥 只是我们适当地给它补充一些 像这种蒸根状化型的有机营养液的话 可以保证它的根系发达的同时 又可以给花瓣补充营养 那么就不会出现先开的花瓣比较大 后开的比较小 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及时的给它浇水 因为这个花瓣它比较干 大家看到没有 旁边的这些花瓣比较干 那么就证明是水分跟不上 而且我这一颗月季好几天也没有给它浇水 第三个是最严重的 就是给它晒了太久的太阳 在没有及时给它浇水 还有大太阳的加持下 这个花瓣的水分快速地被蒸发掉 然后就会出现枯萎 提前凋落 所以为了延长花季 当我们的月季开花之后 适当地给它遮下阴 当然了 也要有足够的阳光彩的 避免中午太强烈的阳光就可以了 要及时地给它浇水 保持这个土壤属于微潮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按时按量地 给它补充一些这种蒸根状化性的有机营养液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月计划 开花更加的长久 而且开花更加的大 好了 这就是我这个月计划出现的一些问题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们下期再见